一百一十二年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 今天在台北市田徑場 毛宮頂祝火臺 居心聖火映然一世 隨後展開五天的環臺行程 傳遞十二所大專校園 特別具有傳承意義 那因為這個毛宮頂就是當年東京奧運 那他來臺的時候 我們為了這個迎接東京奧運 特別打造的一個毛宮頂 所以這個是當年五十三年的時候留下來 對我們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 毛宮頂是民國五十三年 東京奧運來臺傳遞聖火而特別打造 具有深刻意義 同一時間今年適逢世大運和亞運 不少全大運選手也將代表臺灣踏上國際舞臺 本屆負責承辦的中原大學 也努力打造高規格的參賽環境 讓選手能夠好好備戰 整修 特別是我們的田徑廠 我們花了四千八百多萬 五千萬 把田徑廠整個整修成符合田大運 以及國際標準的一個田徑廠 我們整個全校本來體育風氣就非常盛 那這一次通過這一次的田大運的舉辦 更是讓我們充滿了整個那個鬥志 中原大學自民國八十年以後 香港三十二年再度舉辦全大運 這次總計會有二十種競技運動種類 將在四月二十八號點燃戰火 希望藉由這次賽會帶動國內運動風氣 也期許這場世大運的前哨戰 能夠幫助國手在國際場上爭取家機 王聚臺採訪報導